中共废劳教消息从今年1月开始放出 中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说要在今年停止使用劳教制度 但外界质疑声浪不断 刚刚结束的中共三中全会上 中共决定要废止劳动教养制度 国际间也在关注中共是否会寻找劳教的替代方式 因为中共施行劳教制度已经长达半世纪的时间 不需要通过法院审判 许多上访民众以及法轮功良心犯 都在劳教所里遭受到户刑折磨 中共废劳教政策国际媒体关注 18大三中全会上决定废止 从1957年以来实行的劳动教养制度 北京团和劳教所将撤牌为监狱 其他或改为戒毒所 但国际人权团体担心中共换汤补换药 将寻找替代途径继续侵犯人权 德国南德意志报问 为什么中国需要一个存在于官方司法体系之外的第二套关押体系 这几年来发现说 在中国的司法人权是倒退的 并且让秘密逮捕合法化 那我们一直要求的中国的这个司法人权 事实上中方也都一直不答应 所以我们并不敢乐观期待说 中国的司法人权会有任何的进步 不要只是光说不练 或者是只是用一些这个编织的口号 那么事实上还是阳奉阴违 事实上在冠冕台湾的名字底下 那么继续进行着迫害人权的这个事情 1999年为了迫害法轮功成立的610办公室 并没有因劳教废止消息而消失 法广指出中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劳教制度 是中共整个政法委核心 也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场所之一 如果中共当局真的有诚意 废除劳教或者是废除迫害人权的各种手段的话 那么其实过去我们在立法院 所呼吁的释放良心犯 真的要好好的来落实 我们呼吁应该要先优先释放政治良心犯 用具体的作为 那么来招告世人 否则我们会怀疑说 这只是换糖不换药 掩盖真实 呼吁救援包括高智慎和法轮功学员 在内的自由中国16良心犯 12日台湾立法院通过提案 立委呼吁中共当局尽快释放16名良心犯 否则没有理由乐观看待中国人权改善 新唐亚太电视林家伟张之轩 台湾台北前播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